不过听众朋友不用紧张 扫瞎的原因是因为讲话讲太多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不啰嗦 因为呢在上个礼拜 我参加了一场新书发表会 这场新书发表会在金食堂的丁州店 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 林聪明就是嘉义杀锅鱼头 那位林聪明 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聪明聪明吧 原来大家都叫你聪明吧 那天在新书发表会的现场 灌溉云集 因为呢这场新书发表会 发表的是他女儿林嘉惠 嘉惠今天也在我们节目现场 他们呢发表了一本叫做 林聪明杀锅鱼头 家的味道 家是什么味道 家是家里的味道 还是家里的味道 家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这两位 两位说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 甚至更早 聪明吧得笑 然后呢甚至更早 不但给大家带来了这本书 而且呢还捧来了热乎乎的杀锅鱼头 刚刚如果大家有追上直播 就会发现直播的预告 一直都锁定着一锅砂锅鱼头 聪明先跟大家问好 我聪明我没有叫过你聪明吧 我那天在新书发表会的现场 所有的人包括市长 包括次长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一些官员都叫你聪明吧 爸爸哦 爸爸哦 来哦 爸爸来 各位美食家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讲台语 我才要讲 你当然讲台语了 讲台语会加料纸 嗯 今天刚才会为家里 八个主要就是要来 参加我们这个美食家 瑞瑶小姐的这个节目 嗯 他实在很久了 他当初在彩虹的时候 我有很认真吗 我有感觉这个女孩很认真 你说给大家听 他以前还没结婚呢 哈哈哈哈哈哈 他要不要都这么说 他以前哦 也是这样一个看就知道他男孩 散的啦 散的啦 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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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肥的啦 他以前哦 在东西暗部 这个时候东西暗部 刚才开始 他都说一些专栏 美食专栏 都说吃的啦 對 我覺得奇怪 他有女孩子對這個吃現來行 很會問的 黑白問 對呀 問人家 我覺得他都問了很來行 後來又離開幾年 我還有一天說 他既然現在在主持一個美食節目 讓他發現對嗎 所以之後我又 他想辦法跟他連錄錄錄錄錄錄 還有一天他剛才跟他找到我 我一直看著這個女孩子已經有連錄了 你說我是胖的胖子 我剛剛很高興 我剛剛叫 所以這次我們也有一個電話連錄 加一個LINE 這次我們女孩子如果來出這個 吃的味道這邊吃 我就特別邀請熱邀小姐一定要來 我那天去喔 我沒有看過那個新書發表會 來了這麼多 我就講灌溉雲集喔 甚至還有柯一鎮導演坐在下面 我有錄了一段柯一鎮導演的講話 因為柯一鎮導演就在講說 他最喜歡什麼最喜歡什麼 我本來要上傳給大家猜 柯一鎮導演最愛嘉義的什麼 現在其實有答案了 就是林聰明殺過魚頭 我這樣講對不對 對 因為柯一鎮導演 他以前就是我們主風車裡面的一個董事長 那主風車來去跟他 只要他們去跟他的 周遭 跟他管他去表演 我都在用自公 都要去跟他講 去給他們吃 因為那些小孩 有時候他們來表演算 要回來台北都已經 10點了 要12點 如果來的湖 我又拿去現場 跟他做算用給他們吃 有時候也沒有 我就包便當 用一個油浪車 你好貼心喔 因為他們也是都做技工啊 主風車都表演 有時候在阿里山啊 有時候在海口啊 有時候在嘉義館啊 所以都沒有留在一個地方 那不是啦 表演算是沒有人來吃 沒有人來吃 沒有人來吃也沒有餐廳 所以我都會 有時候要搶電車 再五十個人來講 還有五十個人分 有時候我自己會開車去 開車去我還會帶美女 好窩心喔 還會帶美女 小朋友喝不喝 大家都一路好睡到台北啦 還有就是聽眾朋友 也可以聽得出來 其實林聰明砂鍋魚頭 不是只有砂鍋魚頭 那天呢 在那個新書發表會的現場 聰明拔跟我講了一件事 其實他是公開講 他說他覺得 全嘉義最好吃的雞肉飯 在他們家啦 可是呢 可是呢 大家聽喔 可是 可是聰明拔說 因為嘉義做雞肉飯的 業者太多了 沒有必要跟人家搶生意 你知道沒有 聰明拔的第一句話 很得意 最好吃的雞肉飯 其實是在林聰明砂鍋魚頭 可是後面他說他不做 這樣子的宣傳 對不對 聰明拔你 感覺都心暖暖的 唉呦 我記得我們在超級美食家 有講過 有介紹過 我第一次跟林聰明砂鍋魚頭 相遇的那一天下午 我站了一個下午 看聰明拔在做砂鍋魚頭 那時候嘉惠應該不在對不對 他有在嗎 他有在嗎 應該沒在 我還記得我走的時候 你爸爸用了沙茶醬的馬口鐵罐頭 給我打包了一個特大號的砂鍋魚頭回去吃 可是聽眾朋友 這裡面還有後續 我在最近一次去了嘉義 也是經過林聰明的砂鍋魚頭 碰到了林聰明 就是聰明拔 我說我要去台高雄訪友 他說訪友你為什麼兩手空空 他又給我打包砂鍋魚頭 給我高雄的朋友 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直播沒有聽喔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所以我是聰明 聰明拔的自己人 所以要去看朋友 要帶林聰明的砂鍋魚頭 咖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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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大家知道嗎 說我怎麼去看朋友兩手空空 我就想說 我來林聰明砂鍋魚頭 我也是兩手空空啊 我沒有帶東西給聰明拔 對不對 好啦 聽眾朋友現在留言很熱烈 現在聽眾朋友在問 為什麼你們家的網購要等那麼久 好 有沒有 然後有聽眾朋友留言說 他昨天才去吃排隊排很久 你們先回答 為什麼網購要等那麼久 因為我那天參加完了記者會 發表會之後我回來 我吃了 我不是給你看 然後我有在FB裡面發文 就有人抱怨 要訂你們家的網購要等三個月 三個月 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正確 差不多 三個月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為什麼 目前我都是人工包裝 我沒有帶包裝盒來 你們家的包裝盒我沒有丟掉 他們家的包裝盒好漂亮 等一下 他們買酒 因為我們家都是 每一包都要經過我們兩隻手 不是像要機器做的啦 而且我們每一鍋都當場煮給客人看 我們再下料 再放高湯 客人都看得見 所以你們的砂鍋魚頭 我沒有交給中央工廠處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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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OEM什麼都沒有 我們中央工廠鎮 在兩年多後會建制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是手工 在自己的工廠關起來 就是我站在後面 右邊那邊 右邊那一區對不對 我們就包 我們包到晚上兩點 外面就賣外帶 然後裡面就是一直在包 一直在做 對所以說其實 內外都很忙 好好好來來來 來等一下好 好 我是旺瑞瑤 我是旺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我們今天真的是彭必生輝 我們邀請了嘉義重量級的美食 美食之王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我們邀請到的是 林聰明砂鍋魚頭的第二代 我可以這樣講對不對 對 你一定是第二代 因為那天新書發表會 在講阿公的故事 是 第二代林聰明 還有第三代林家惠 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好興奮喔 因為呢 剛剛呢 聽眾朋友可以聽到 我跟林聰明 還有林聰明的砂鍋魚頭 相遇的那一天 我記得是在民國87年 如果我沒記錯 大概 大概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還在旗樓下 而且呢 那天在新書發表會 老實講 這本書裡面 有清楚的 用嘉惠的角度 我覺得是嘉惠的角度 很重要 嘉惠的角度 在講 好 林聰明砂鍋魚頭 一路的發跡 一路的傳承 還有現在的一些創新 跟改變 呃 可是因為今天兩位貴賓 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我要讓聰明把他自己講 因為呢 那天我才知道 原來林聰明 砂鍋魚頭 不是以砂鍋魚頭起家 原來砂鍋魚頭 這件事情 跟家惠有一點關係 而且砂鍋魚頭的魚頭 好像也不是大家 所知道的魚頭 還有為什麼砂鍋魚頭的砂 它是三點水 不是石頭邊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問題很多對不對 嗯 好啦 為什麼一開始不是魚頭 欸 我們原來是不會砂鍋魚 嗯 我們的名字叫砂鍋魚而已 沒有 沒有特別指定魚頭 魚頭 嗯 啊這個魚是因為 我們爸爸以前 釣魚 釣了太多 嗯 它釣了魚太多了 又不能冷藏 又不能冰 嗯 沒有冰箱啊 以前那個東西就只有把它炸起來 不然就把它做魚腹啊 嗯 做魚燒啊 嗯 啊我們那個 那個魚喔 要做魚燒要做麻煩的啊 嗯 不然我們整個魚生啊 平平開 大概我們就當天就一百 一百多尾那個 哦 你們爸爸怎麼會釣魚 一床都會釣掉啦 釣魚 是哪一個水庫 沒有沒有 以前在比賽啊 嗯 你只要 拿三百塊去 嗯 你釣兩尾三尾一百尾都是你釣的 啊好像撈魚一樣對不對 我付了一個魚網的錢 沒有 因為我爸爸很會釣啊 喔 所以他當天 當天那個魚 譬如說兩百條 嗯 他就給人家釣了一百多條起來 這很強的這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魚啊 大頭啊 大頭連嘛對不對 大頭連嘛對不對 草魚也有 也有 就大概就兩種魚啦 啊回來我們就翻花給鄰居嘛 嗯 大家一圍就夠啦 嗯 那花完還是要剩下八 八九十圍喔 嗯 然後我們就把它殺一殺啊 那隔天 人家都不要了啊 嗯 那乾脆我們就 我們本身就在做油湯的嘛 對喔 我們用我們的大鍋喔 就要緊 我就記得 我就記得很清楚 我那一年去採訪你的時候 你就是不斷的在炸魚頭啦 對 而且用的是豬油炸魚頭 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我們那個 一樣 豬油炸有夠香 豬油炸 而且我們那個啊 以前我們賣一天 譬如說沒有賣完 對 我們隔天也可以在炸 嗯 就是隔日在炸 嗯 第三天也還蠻蠻溜 肉很溜 就是比較硬 比較差 較差 1 its點 ��一點 一個保鮮的方法啦 以前保鮮是炸了 炸再炸再炸再炸 對啊啊可是我那天回家 因為那天新書發表會 我好高興喔 我不但領了書 還領了那個 林聰明殺鋪魚頭的文創商品 然後還領了冷凍的殺鋪魚頭 我好高興喔 回家我們跟保事長兩個人 二話不說 就解凍就加熱 我发现鱼头是鲑鱼头 对 发现什么事 这个跟我有点关系 你说 因为我在几年前的母亲节 前一周 大概前两周 我就想说 想要给妈妈吃一点不一样的鲑鱼头 为什么鲑鱼头会比大头脸好吃 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都是大头脸 对 还早期的时候 说实话也有抄鱼 今天这银是什么鱼头 今天这银是大头脸 银脸有鱼大头脸 所以你们有不同的头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不同的鱼头 有很多种 像有大头脸跟鲑鱼头 那因为其实顾客的喜好 在这几年下来 其实顾客喜好 反而鲑鱼头也蛮受欢迎的 对 年轻人也蛮喜欢鲑鱼头 像有的老韬他们喜欢淡水鱼的话 就选定这个大头脸 那如果喜欢吃不一样海水鱼 他就喜欢吃吃鲑鱼头 那因为鲑鱼头 有一次我跟我们爸爸说 爸爸我们在大头脸 刚刚我就试试看白状的鱼头 因为我也没有吃过别种鱼头 加在我们家 汤底的味道 跟我们爸 他也不是去菜市场买 他去土医生 菜市场哪有鲑鱼头 菜市场有鲑鱼头 这就咬南、鱼头 一个藍的鲑鱼頭 那都是我们在剩南花的那种 什么冰芡花那种 那个郁金香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们那边有没有鲑鱼 哦呦呦! 我很多鲑鱼 你覺得我出席給你 結果鮭魚頭都要叫一雙來 一雙一大雙 一大雙大概就二十塊頭 二十個頭 二十個頭 這四個頭 十個頭打平是不是二十個頭 那不多啦 才只有十個頭 十個頭嘛 結果來想說 發生什麼事 這個全部總共三萬多塊 有什麼貴 因為我們都滿貴 因為兩萬六七 所以鮭魚頭不是主要貴的 不值錢 可是是運費 運費又多了 你們母子很高興嗎 高興不高興 高興不高興 你是要給他們家的 這是孝親的鮭魚頭 其實台灣鮭魚頭還算是貴的 但只是說在國外 當然他們沒有吃魚的吸肉 那我就想說 爸爸他就是做行動派 我告訴他 他就是叫人要為國娃 一隻新鮮進口 你爸爸都想很聰明 他都媽最立即馬上 我有一些朋友都在那裡 過去他叫他送他 他也沒辦法說要多少錢 不是啦 他應該是沒想到啦 對嗎 他感覺應該是鮭魚頭 我還沒吃 看你能不能充分運用 結果呢 現在的鮭魚頭呢 也是這樣來的喔 現在這個我有選擇用整隻鮮肉 下去了 喔 更聰明了 用鮮肉比較小啦 對啦 也是有人在那裡挑選 幫你選貨對不對 因為那個刀子要什麼缺乏 我指定 喔 難怪 聽眾朋友現在留言好多喔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聽眾朋友的留言啊 因為呢 喔 你看有人吵著要看文創商品 那你就沒有看到我的貼文啊 我其實有拍他們家的文創商品 他們家其實 砂鍋魚頭的外包裝 本身就是一個文創商品 我們在廣告的時候 會請人家把他們的包裝 拿到我們的錄音間裡面 除了這個之外呢 今天呢 嘉惠也給我戴了一個帽子 上次呢 還有這種開瓶器 還有這種杯墊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直播沒有停 您會繼續跟砂鍋魚頭對談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來喔 大家要看文創商品喔 大家怎麼那麼嗨 是 他的時候在老鼻子啦 我準備文創 我可以去拿一下嗎 紫香 紫香 紫香我去拿一下 我要紫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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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部的 他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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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嗨 來 我已經在哪 這就是他們的帽子 然後呢 這個就是林聰明 有沒有 然後旁邊 等一下啊 嘉惠哪有那麼乖 兩隻手並籠 站在旁邊 這是嘉惠嗎 他們家有三個女兒喔 是是 林聰明喔 而且他有英文名字 叫做聰明的魚 聰明的魚 聰明的魚 Smart fish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沒關係 沒關係 來 我給大家看他們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把傳統的嘉義小吃發揚光大 好 好 稍等喔 不用緊張來 再來 OK 謝謝 好 好 給大家看一下大頭臉 我看到沒有 有沒有 好 來喔 嘉惠不見了 嘉惠去拿東西 拿上進來 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沙鍋魚頭的外包裝 我那天其實 有人說世界小吃也有看到嘉惠 沒有錯 在Netflix 這個 有沒有 跟沙鍋魚頭 欸 玉山你來了 有沒有看到 我們等一下會讓嘉惠來講 他們家 如果你們訂購 現在的冷凍沙鍋魚頭 就是這樣子的紙盒包裝 然後裡面有三包 有三包 魚頭 兩包啦 兩包 後來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今天我們超級美食家 邀請了嘉義 林聰明 砂鍋魚頭的第二代 林聰明 還有第三代 林家惠 來我們超級美食家 分享他們家家的味道 這本書非常有感覺 而且這本書是第三代的觀點 所寫的 可以發現 他們在傳承家業的點點滴滴 有歡笑 也有淚水 對不對 你居然為了要改變 林聰明 砂鍋魚頭 而花錢請父母出去玩 先跟爸爸媽媽騙出國 騙出國之後 你做什麼事情 你做什麼事情 啊 嘉惠 就是做很多事情 我們教他 應該是說 你家裡的時候 爸爸媽媽 就是比較煩惱 煩惱 我們就是給他 有一個機會 可以稍微出去外面走一走 一開始你是要做什麼改變 你爸爸媽媽沒有教他 其實你說 我相信 想要 想要改善 想要用餐車 想要用什麼改善 其實想要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 想說我們七島嶺 都沒有七一回之後 我們要用消毒 酒精 消毒 噴過 七個打山 人家 再入座 入座 因為說 我們要因為說 多那麼多步驟 一定會增加能力嘛 對啊 還有客人要等啊 現在就有人寫說 初五去排到一百多號 初五去排到一百多號 等好久人山人海 當然是越快路做越好 是 所以我們就也希望說 可以快來 因為現在人家也是希望說服務 服務 衛生環境 跟早期一尊六張桌子 六張桌子十張桌子的時候 的要求也不一樣 聽眾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嘉義林聰明砂鍋魚頭的 那個很大的建築物的 那家餐廳裡面啊 因為你們現在不只一家了嘛 其實那這一家就是我們的總店 是爸爸媽媽創業的時候 帶著我六個月大的時候 我們就是來到旗樓下 爸爸媽媽最辛苦的時候 就是那一段時間 因為那那棟建築 其實現在看起來像是一個 非常有規模的餐廳 也像是也是我們這本書的封面 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呢非常壯觀 他其實賣的是砂鍋魚頭 可是並不是小吃店 或者是小吃攤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在正三眼科 這間店面呢 他早期是我們嘉義 就是中正路 就是俗稱的二通 日治時期的二通 然後正三眼科 就是流傳來醫師 流傳來醫師 他在他修整的時間當中 沒做生理的時候 然後給爸爸媽媽 沒看人家 沒看北架的時候 給爸爸媽媽來拜他 等一下林聰明 所以我那時候採訪你的時候 是在這個棋樓下嗎 對 是在這裡嗎 對一樣 一模一樣 我怎麼記得我那時候採訪的棋樓 比較窄 因為以前沒有打通 沒有打通 沒有往內 我記得以前很窄 以前就是他醫院有在開的時候 所以那個我們就只能在他的棋樓外面賣 現在是整棋樓裡面也是你們 往內 所以以前你去的時候我們外面是大概有六桌 對 而且就是沿著那個房子 就是棋樓這樣子 就在棋樓下而已 那個隨時警察就會來吹哨子 等一下那個也是違規的嗎 對 蛤你們有被抓過 以前就是 對以前就這樣子 以前反正你要擺攤 當地的警察就會找你麻煩 你是這樣一路起來的 我只知道那時候在棋樓下 看起來很窄 而且生意很好 然後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你十二點多就在準備了 你下午才開始賣 對 以前就賣下午 是不是我問你對不對 我們現在到八點就開始了 因為要高湯 你知道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林聰明跟我講 他說他雖然賣的是沙鍋魚頭 他光是熬高湯 一天要用掉兩桶大瓦斯 對 他說這就是他的成本 對 你不要以為小吃的高湯 都是味精水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 他還指了瓦斯桶給我看 你看吧 王若瑤沒有老人痴呆 這是這麼久以前的事 這麼巨細民意 我都印象很深刻 因為太特別太特別了 對不對 好 然後還有就是 剛剛嘉惠有講到 大家都吵著要看文創商品 你們都跳痛跳太快了 是 因為這文創商品呢 要連接到嘉義 接掌家業之後 可是呢 中間有一大段都沒有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自己 從大學的時候是就讀 高中大學的時候就讀觀光系 所以其實我對於觀光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希望能跟在地結合 所以我希望我在這幾年當中 陸續都是做了很多款的地圖 那這是最新一款 歡迎來二通 請問叫陶大神是誰啊 陶大神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畫插畫的 那陶大神的陶是我們嘉義 嘉義的這個侏羅城也叫做陶城 叫陶城 那嘉義是東西南北城 陶花的陶 所圍起來 那個樣子很像陶子 所以我們如果來到我們中正路 我們這一家店 這個圓環附近就叫陶大神 你那叫陶大神 陶子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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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 你沒有這樣講 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那個在畫動蒜動蒜啊 動蒜民主聖地 每年嘉義在 那個就是陶大神 那是陶大神 我們整個神叫做陶大神 陶大神 嘉義也是建成最久的城 大家認識了嗎 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我們是台灣建成最久的 所以剛剛其實嘉惠在講 什麼條通 二通什麼 就讓我想到 我們台北的林森北路 對不對 幾條通幾條通 所以我那天看到這個地圖的時候 你講二通 那這就是我平常 應該不務正業的時候做的 不務正業 就是在經營店面之餘啦 那下班後我就喜歡做這些事 那喜歡把 從東邊的 攝日塔 以東 然後一直到最西邊的 我們的火車站 整條中正路是貫穿了 我們整個 像說老戲院 還有市場 東西市場 然後還有非常多 這個 舊的百貨公司 可是那老舊的 雖然沒有繼續開 可是很多 可是那建築啊 對啊 很多的建築都在中正路上 而且我印象中 嘉義有好多診所 對 而且那個診所一看 醫生都嘛很有錢 因為那個建築都很 很 很有風格對不對 對 很有特色 並不是一般的公寓式建築 這個要回顧到說 我們早早期嘉義 有一條街叫做 醫生街 真的有對不對 真的有醫生街 然後嘉義 也有美街美術街 美術街 也有美術街 陳成波大師 那個 陳成波大師 在我們嘉義還有林玉山大師 他們在那時候聚集的那條街 叫做成人街 很多的表框化 所以等於是嘉惠 如果是店的生意不忙 可是我覺得店的生意不忙 好像很難 就比如說店的生意不忙的時候 他都會在嘉義的這個大街小巷裡面 重新串來串去 去把這些東西都連結在一起 因為老實講 如果聽眾朋友 你們買了這本 林聰明沙過魚頭家的味道 這個是由日日學 日日學 日日學所出版的 會發現裡面還有一個小冊子 叫做世界小吃 可是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來聊 為什麼還有世界小吃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聽眾朋友 有很多人應該都已經看過 林聰明在 Netflix裡面的影片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會來講 這一段紀錄 而且呢 等於是你買一本書 他有兩本 對 這本呢 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 對 而且他其實寫的是世界小吃 其實就是回家吃飯啦 回家吃飯啦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 我們跟爸爸從小的回憶 好 等一下再介紹喔 好 因為現在是廣告時間 好 現在廣告時間 好 我現在要問問題 要問林聰明 你一開始有對你的女兒感到不滿嗎 不是說不滿 我看你的臉 很懷疑 沒有不滿啦 你都寫眼看他 我都很怕 不知道有問 什麼奇怪的問題 因為 有很多東西 是隔代的問題啦 譬如說 什麼東西讓你看 很會感到 他想到他 像他最近去帶我去日本啦 我們就去看一台那個機器喔 豚骨湯的機器 熬豚骨湯的機器 日本的拉麵湯用的 那個專用的鍋 他就去給我看一台 大概750萬 台幣啦 是多大鍋 人可以在裡面 最辛苦喔 沒有 就一個人的高 拉到一半的 差不多150公分 100公分這樣 長 乘以寬 他自己會攪拌嗎 沒有 他自己會翻過嗎 他是一個真空的一個 膏壓 然後他 可以節省時間 大概 我們 八個小時 我們家都在控12個小時 現在控多久 兩個半小時就可以達成了 不錯啊 對啦 啊但是那個錢 那個錢 那個錢很貴啦 七百多萬 他也在控幾碗嘛 喔就是 就是你也是要 你也是要 你也是要 熬養三次 也是 可以細試 因為那是熬起來 就高湯就對了嘛 聽眾朋友 我要給大家看 王仁耀的表情 掙扎 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 最後要不要 沒有 他哪要不要買啊 又不是哪一台 來喔來 你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仁耀 聽眾朋友一定要追上直播 因為我們廣告時段 聊得更精彩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嘉義林聰明 沙鍋魚頭的二代老闆 林聰明 林聰明本人的家 哈囉 然後邀請了 寫了家的味道 也就是現在林聰明 沙鍋魚頭的第三代掌門人 林佳慧來跟大家聊天 大家好 我剛剛在廣告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在傳承交接的過程裡面 做爸爸的有什麼不爽嗎 有什麼看不到過去的 結果林聰明 剛剛告訴我說 他女兒拉他去日本 美其民是旅遊 其實並不是 是去看東西 他看了一個設備 這個設備 要花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要花七位數字 而且老實講 逼近八位對不對 因為還要運回來嘛 對不對 然後主要是要熬高湯用 嗯 本來他們家熬高湯 本來是八小時 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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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十二小時 可是有了這個高昂的設備之後呢 可以變成兩個半小時就可以出高湯了 所以換句話講 聽眾朋友 我們要鼓勵他買 因為呢 他買了之後呢 你們排隊 買冷凍的 就不用等三個月 在現場排 也不用零號碼 零一百多號 我這樣子講對不對 對 阿姆溝有聽眾朋友留言說 要買幾台 他叫你要多買幾台喔 三台 真的還假的 要買三台 那其實也是蠻佔空間的 等一下啦 嘉惠你是怎麼樣決定這件事 你是要氣死你爸爸 是 不只氣到爸爸 還氣到媽媽 媽媽 完全認識媽媽 我太太說 一台就可以買一棟房子的 三台要買三棟 第二啊 我剛才有算給聽眾朋友聽嘛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七位數到八位數 對不對 一台的價錢喔 對不對 還是有嗎 咬著牙 咬著牙要買 已經決定了嗎 因為這個量量不出來 因為每天我呢 我每天也是燒了 我們一個月 你講台語啦 我一個月到數錢 要要三十萬了 喔 要取高湯 對啊 你要三十萬 我如果用的 我可能 十萬塊以來我就能處理了 喔喔 所以他還有節能的功能啦 其實最主要是能節能 又能節省我們的時間 因為其實你在那邊等待那麼久 與其要做十二個小時 我倒不如已經 雖然成本比較高 可能我已經做了三回合的高湯的時間 還有啦 會節省人力嗎 比如說這個店啊 雖然你知道我們剛才講說 只有人可以進去洗澡 他說不行 不一定能完全節省人力 因為他有更多的前置作業 跟後續保養 你要去維護 但是他的品質上是更加的穩定 欸可是你們也創紀錄咧 你們賣砂鍋魚頭用的是 日本拉麵高湯的專用機器 這個也創紀錄咧 哇 欸嘉惠 你其實還蠻大手筆的喔 我發現其實嘉惠做事業 雄心跟野心都很大 不像個女生 像你爸爸 是喔 我能這樣說嗎 老爸又提起得好啊 哈哈 要開給我開好 他們也超啊 這個其實也是看到了嘉義美食 在嘉義當地的潛力啦 對不對 因為這個投資 還有就是 有聽眾朋友有發現 你們家的外國人變好多喔 有有 喜歡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 Netflix幫著非常重要的 有一個頻道 有這個頻道 世界頻道 然後來台灣拍攝了紀錄片 對 都要來嘉義 來嘉義拍攝我們的故事 然後也介紹了嘉義的美食 我聽說你有親自帶路喔 有有有 我親自 就是他們來採點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是節目製作人 對 可是我就是當成都是觀光導覽的這種志工 因為我是嘉義師的觀光導覽志工 所以對待每個人 我們都是很熱情的介紹 只是剛好 原來他們是採點的製作人 他們就是在想要採訪 想要看 那現在已經鎖定我們是其中一個點了 只是沒想到說我們的故事 在後續提供資訊的時候 還有他們觀察當中 他們覺得其實是可以把它拍成紀錄片 好 那我要問問題 我有問題要問嘉惠 嘉惠 你們其實殺鍋魚頭在嘉義外國人有多嗎 多 以前外國人做很多嗎 以前譬如說一百個客人 可能只會遇到一個兩個 以前不多啦 以前只會遇到一個兩個外國人 那亞洲的旅客應該是很多沒有錯 比如說外國臉孔就是真的就是金頭髮這樣子的 可能一百個客人只能一兩個 那可能了不起就是3%這樣 現在可能是來到20% 真的還假的 就是透過Netfree 就有這麼大的效應 對 他就是有很多的 尤其在有時候一天下來真的是 好幾三四十組都是外國人這樣子 這個影片我記得是去年嘛 對 等於是去年到現在還發燒還這麼熱 是 而且還覺得有越來越多 因為我覺得可能外國人的旅遊時程跟我們有點不一樣 像我們是寒暑假旅遊 對 其實我不太搞不清楚他們是 像Christmas有很多 你在想吧 一年四季有北半球有南半球 對 大家都可以來旅遊 他們真的就是一直很多人來 很多人來 包括華僑都跟我說 他們28年沒回台灣了 就因為看Netflix 然後要回來台灣 就跑回來 吃雨 我想說哇 美食可以讓不回家的人都回家了 這麼興奮 其實我們剛才有講 這本家的味道的書 它其實還有合併另外一本 就是世界小吃 其實這個呢 主要呢 就是我們在討論 在Netflix這個頻道裡面 是有沒有所介紹的 對 因為那天我在參加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我覺得來了好多人 讓我很感動 然後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你們家都不小氣 你們家都喜歡有一種共同繁榮的一種心情來經營 不光是經營你們的店 經營你們的人脈關係 而且我那天還聽到了一個秘密 那個秘密就是 聽說時代力量在你們家開會好幾次喔 可是那天藍的綠的也都到齊了對不對 大家也都是你們的好朋友 對不對 我這樣說對不對 這個問爸爸 爸爸來啦 郭台銘 來了來了 比較近一點啦 郭台銘前年會去吧 他是在你嗎 他是在你嗎 他說要帶我去世界 你要帶你去世界 你用他的AI AI我輔導給我去世界 吃什麼東西 你叫他買那個750萬的高湯瓜 你跟他說三台叫他先來 他說要輔導 他說AI 要用AI的方法 可以複製 複製美食 郭董事有問我有沒有想要這麼做 然後他們可以來幫我們做輔導 可是我說我比較希望是 不一定說要變得非常的大 我比較希望是大家有機會真的是 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來到我們台灣 來到我們嘉義 真的喜歡來我們這個城市品嘗美食 好高雄的美食記者 我們超級美食家的好朋友 顏宜金 他寫一句話 他說美食可以讓不回家的人回家 這句話說得真好 這句話誰說的 你們兩個人誰說的 剛剛我說 對呀 你看大家你知道看到這些東西都覺得好感動 所以大家才會對於林聰明 現在開直播大家家評如潮 家評如潮 你們要回去看那個 謝謝 最多的人都在抱怨吃不到 我可能要回應一下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主要是因為每天工作服務現場的客人 真的排隊客人真的都等很久 可是我記得以前我採訪你爸爸 你們都一直強調縣主 對 而且以前賣的東西沒有那麼多對不對 現在的人手也比較多 現在賣的東西比較多 一樣 一樣 以前就有這種健康糧菜這麼多嗎 有有 這麼多耶 很多耶 反而是您去的時候品項應該是更多 品項比現在更多 以前有健康糧菜大概有45項 現在呢 現在大概30項左右 他們家的健康糧菜也很有名 而且他們家健康糧菜跟嘉惠的媽媽有關係 你知道在很早以前他們家就有遠見 就比如說在吃小吃 絕對不是都是那種油膩的 還是都是那種你知道好像好像 不是很健康的東西 還是燙很久起來放的 還是那種大魚大肉 他們家都不 你看就有人寫糧菜很好吃 就很有想法 然後等一下我要讓他們再講 你知道就比如說有很多人 因為那天就有人在講 他不是叫你們砂鍋魚頭 他就叫你們什麼蛋 冬菜蝦仁蛋 冬菜蝦仁蛋 而且他用的你們用的應該是鴨蛋 對不對 因為很漂亮 那個小吃其實很難得 我這樣說對不對 要看到 那天保師傅還在講說 要煮這個冬菜蝦仁蛋 要有一個淺盤子 要有一個淺疊 要打動 對 我打動他是沒有講 因為他是講說要煮出那麼漂亮的蛋 不是放在廢水裡面 給你煮一個蛋包 不是這樣子 他的這個視覺感都有想到 而且像做那種蝦仁根 也讓人家好懷念 現在大家的蝦仁都是不好的蝦仁 再做成蝦仁根都毛病 你知道你們家都不一樣 好來來來 哎呦剩下最後一段了 什麼都還沒講 來等一下 我是旺瑞瑯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我知道已經剩最後一段了哈 聽眾朋友會發現 什麼東西都講到一點 什麼東西都講到一點 文創也講到一點 然後歷史也講到一點 然後兩個人之間的傳承也講到一點 你知道都急齁齁的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林聰明砂鍋魚頭的第二代老闆 我的好朋友林聰明 還有很可愛他的女兒 非常認真的林佳慧 來到節目現場跟大家推薦這一本 林聰明砂鍋魚頭加的味道 好啦先回答一個問題啦 為什麼人家的砂鍋的砂是石頭 你們的砂鍋的砂是三點水呢 因為爺爺是 創辦人其實第一代爺爺的時候 他不會 他就是 他萬全沒有 他萬全都沒有 他堪穀的 所以他不會砂砂鍋魚頭的石頭邊 你不要下 他不會 所以他寫成水邊 我還以為是沙茶醬魚頭 我還自己還在想說 是不是 你知道這個跟容器 還是跟調味料有關 原來是一個比物 那因為這個比物 在我們這幾年 我們再重新 檢視我們的logo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跟設計師溝通當中 他一直覺得我們家 最重要傳討就是家的味道 對 那這家的味道也剛好就是 符合 我想說不要忘記爺爺的DNA 因為爺爺這個好料理 才由我們現在能傳承 像我實在沒有看過爺爺 我爺爺在我爸爸49歲的時候 所以你沒有看過 但是你看 因為沒有看到爺爺 但是他的料理透過客人告訴我 客人跟我講 你爺爺多愛 多愛跳舞 多愛釣魚 每次都騙你阿嬤 去釣魚 真的假的 連談戀愛 可是他其實都跑去跳舞 我爺爺都跑去跳舞 然後去釣魚 然後偷偷就去釣 偷偷跑去跳舞 但是釣魚都沒有去釣魚 他就去買魚 沒有報備 沒有報備 然後就人家菜市場送魚回來的時候 你老公的魚沒有來買 沒有來拿種 就扣 扣扣 扣扣 我爸爸說他買海口釣魚 我爺爺會回來 結果去海口釣魚 既然釣那個骨呆回來 骨呆?海口哪有骨呆? 海口哪有骨呆? 水口也有骨呆 結果他去釣魚要骨呆 再誇張了吧 去海邊釣骨呆回來 我老母就落肥了 他應該是去釣魚太晚 像春孤呆 一定要買魚 還給你看 孤呆和土産 土産 土産 更不可能在海裡 他說他去海邊釣 馬上就拍空 對啊 我們其實最後一段 我們要聊完一些事情 我們剛剛有聽眾朋友在講 講說想要看 林聰明砂鍋魚頭的文創商品 可是我想先讓大家知道 不是我要先看這一箱 因為這箱裡面其實有兩包 其中有一包像菜尾一樣 可是我發現嘉惠你寫的是菜惠 然後等於一包是魚頭 聰明傳家惠在地好滋味 這個是我們的slogan 然後在這個有一個小小的圖 這邊有一個解釋 這個好浪漫喔 對爸爸媽媽他們兩個人其實是在夫妻宿 阿里山雲那個同學畢業旅行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隔壁班同學 然後他們兩個的第一張照片就是在夫妻宿 是第一次約會嗎 不是啦 因為那夫妻宿要兩個人 對 我找不到女生 我就覺得他過來 等一下聰明砂剛剛那個微笑沒有被我捕捉 他剛剛有一個很甜蜜的微笑在旁邊聽這個故事 你那時候就隔壁了對不對 沒有啦 你是隔壁啊 這點名來叫他合照 因為我們裡面好多人啊 我看他穿的短褲我蠻漂亮的 我就知道 早就鎖定 因為我有去看他的大腿啊 哎呦 穿短裙好不好 就是類似一種肉褲那種東西啊 畫的時候有秀出來他的大腿嗎 那我就你能畫他們的真人的那個相片 然後把它畫在這裡 然後有阿里山夫妻宿 然後阿里山日出 還有台灣特有種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北門驿車站 都把它畫在裡面喔 對然後在這個裡面 還有看到我們石猴 其實這個是石猴 有沒有看到有石猴喔 石猴的故鄉就是嘉義 這是阿里山喔 石猴的故鄉就是嘉義 石猴都石猴的故鄉 最上面那隻鳥呢 是台灣特有種 藍雀 藍雀 全部都在他們的林聰明 砂鍋魚頭這個冷凍包的外包裝 全部都展現出來 是 有人寫說好有質感喔 我覺得聽眾朋友 有人在反應啦 說你們家有漲價怎樣怎樣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哈 我覺得林聰明的砂鍋魚頭 以前早期你們跟7-11 在做冷凍宅配 跟今天今日我收到的這一包 其實是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更精緻 這幾年當中 這幾年當中 包括我們的食材 全部都換成飛機桿 不一樣 不一樣 光單一個食材 其實增加成本 我都為了沒跟我爸媽報告 為什麼 為了沒有報告 你們怎麼動豆腐 油蜜蜜蜜蜜 回答我 我要報告一下 其實豆腐在我們現場吃 是潤豆腐 這是我們客製化的 光一個豆腐的成本 一年增加一千萬吃掉 好好吃喔 對 可是我們都沒有跟客人 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我只顧得好好吃 因為香味一直飄上來 你說光是一個豆腐的成本 就增加多少 一千萬 七千萬 因為我們換成飛機桿 豆皮也差不多 豆皮也是 我要講的是更精緻 是 而且其實在剛剛在這個冷凍包裡面 有一包是魚頭 魚頭裡面有一個是半片魚 然後有一塊是下巴 或者是一片魚肉 對不對 而且很完整 對不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包 就是我講的是菜尾 這個菜尾是阿公的味道嗎 是 這個菜尾 沒有魚頭就好好吃喔 很多 其實我們賣的最好 我們做的做麵糊的 就是這一包 調理包 哈哈 因為這個調理包 因為調理包是最多人買 就是這個湯底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今天不吃魚 可是他可以天天吃菜啊 天天吃的 很好吃耶 每天吃排飯就好了 你看我就這樣講 我們那天什麼也沒做 我們加熱了這鍋之後 就開始你知道就配白飯 然後那個湯 那個湯其實是偏甜的 對 就是等於是嘉義人的這種口味 然後他拿來 叫飯很有味的 很好吃的 叫白飯最好吃 就是叫白飯 我們應該叫白飯 很胖的 煮麵啦 煮冬粉 本來是要叫飯之後煮冬粉 不過吃不到 我們吃到都沒有剩 只剩一點高湯 就是濃高湯在鍋底 對不對 而且回去大家 最特別的就是每個媽媽 都還有他們自己的拿手 家裡小孩喜歡吃什麼 他就加什麼下去 金針菇啦 香菇啦 兩生菇啦 他們有時候會煮成很大鍋 煮意泥啦 他買兩公斤 他回家煮成五公斤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我其實那天在聯署上PO了 我吃你們的冷凍砂鍋魚頭 然後就有人講說他們家打開冰箱 那個冷凍庫 都是你們家的東西 就等於是 等於是家裡的老人家想要吃 懷念那個味道 他就可以馬上 你知道變出那個味道給他 這個味道有點像早期的 就是為什麼他迷人 是因為他是團圓菜的菜味噴的感覺 我就想知道啊 因為我覺得他吃起來就是菜味 因為那是我爺爺的家常菜 然後就是釣魚釣太多拿出來 在菜蝦仁蛋的菜味上 我曾經有很多客人 他要買菜回去 我看他什麼 我剃光頭 他說我爸爸死掉了 他說我爸爸是你的客人 他爸爸愛這個味 我爸爸愛這個味 他現在水了 在做頭戳 每天那一星期買飯 我都買三個六個禮拜 喔好感人喔 我昨天也是 好感人喔 那天跟分享會結束 也是有一位姊姊是顧德莎老師 她也是作家 她去年過世 她的妹妹聽到我講東菜蝦仁蛋的故事的時候 她眼淚也是喊著 因為她說她姐姐過世的前一天 想要吃 她就是已經食之無味 她叫安寧冰法 但是她就是指定說她還想喝一碗冬菜蝦仁蛋湯 剛好來我們家買的時候是最後一碗 冬菜蝦仁蛋湯是什麼東西告訴大家 有的人搞不好連聽都沒有聽過 它是其實是一顆鴨蛋 紅人鴨蛋 然後加海蝦 然後捕魚丸漿 穿燙完 用我們的清爽的竹骨高湯 淡淡的清爽竹骨高湯 淋上一點香油冬菜 冬菜就是高麗菜醃製的 然後再一點胡椒粉 香油提味 一個很清爽 人家說是好有西洋情豬 就是吃腳的 吃不飽 但是這一碗算是我們早期爺爺的時代 在地的嘉義人 一開始知道就是這一道菜 其實燒烤魚丸就是它隱形菜單 後面回出來的 我那天就是參加了新書發表會 才知道原來燒烤魚頭 並不是你們的起點 你們的起點其實就是冬菜蝦仁蛋湯 而且我剛才有講冬菜蝦仁蛋湯 它要有一個特製的容器來煮 所以它好漂亮 你知道就是它的這個外觀 這裡面其實都有你們跟嘉義人連結 連結的很多故事 對不對 聽眾朋友現在最多的留言就是 要趕快去搶購 要趕快去搶定 我希望不要變六個月 我們的時間到了 謝謝兩位 下次再來 拜拜 好一直有人在講 要你們加開生產線 可是剛才嘉惠有講 如果想要用中央工廠生產的話 要兩年 因為他們家不隨便出手 然後還有我要跟聽眾朋友講 因為我有看到有很多人留言說 他們都吃你們的東西長大 然後都覺得現在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排不到 第二個問題就是漲價 可是對於排不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要很高興 就等於是越來越多人喜歡 沙鍋魚頭 林聰明的沙鍋魚頭 可是對於長家這件事情 我有意見 我有意見的原因就是 我剛有講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因為7-11在做你們的冷凍年菜 我有吃 而且有寫 我記得那一次也是都賣到沒貨 對不對 那個時候爆滿到 你爸爸叫我不要再寫了 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冷凍 你們家有冷凍啊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家內用的話 砂鍋魚肉一碗110 然後砂鍋菜一碗90元 然後可以配碗白飯 100塊可以吃到很飽 而且免費的加湯 甚至我們加豆腐給你都沒問題 但是這個 宅配的 這個如果說貴來講 我自己個人 我從大學畢業 星期十 我們家那個砂鍋菜是60 可是現在時薪是150 我們家砂鍋菜才90 還有聽眾朋友 不要一直再回顧啦 你知道 就比如說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還一直懷念 胡須張滷肉飯10元的時代 如果現在滷肉飯賣你10元 你不敢吃啦 是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對不對 砂鍋魚頭你們也可以 慶菜煮煮的 熟熟的 反正都煮的爛爛的 大家也看不出來啊 對不對 爸爸都說做事就是要良心 像我那個木偶 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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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像太陽級高漬 都是進口的 可是你們家是 烏山頭的 在地的 所以他們家的木耳是厚的 有沒有看到 咬起來是有口感的 有沒有剛才講的豆皮是非基因改造的 然後你看他們家的魚肉 他們家的魚肉很完整 對 我記得以前早期在做冷凍宅配的時候 還有那種碎碎的感覺 你知道現在很規格 都很規格化了 所以聽眾朋友 不要再用低價 你知道去要求一個好的品牌 我們今天其實很期待看到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鼎太風 大家不是希望這樣子嗎 也希望嘉義的林聰明 砂鍋魚頭 像鼎太風一樣 你知道走到世界各地的各大城市 大家都吃得到 也可以做成這種冷凍 而且不光是只有砂鍋魚頭 涼菜也可以啊 雞肉飯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還有你的鯊魚煙啊 都很多講的鯊魚煙 小菜都沒見到 他爸爸自己抱鯊魚煙 我們這一集都沒有講到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聊天 好 我們今天超級美食家已經結束了 我們要讓嘉惠先講掰掰 掰掰 好 歡迎大家來嘉義 歡迎大家來嘉義 歡迎大家介紹來吹文 對 來吹音喔 不過要排隊喔 是 對不對 好該我講掰掰 要排隊喔 這個本來就是排隊名店喔 掰掰 送一百萬喔 好 送一百萬是什麼意思 客人等太久 客人等太久到對面買彩券 就送一百萬 送一百萬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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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拿去哪裡啦 我們最後結尾要放在這裡 有人已經急急忙忙要端走了 看到沒有 沒有給大家吃 因為剛剛 沒有給大家吃 沒有給大家吃 好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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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百萬塊 還有一百萬塊 可以 可以 可以